如果你配線做完了 剛才這邊我好像講錯了 就是這一個接收器的第一隻腳 就是接在Arduino的第五 然後我們有一顆LED的指示燈 就是我們等一下按的時候 我們要不判斷說 到底有沒有收到訊號 我要追求反應 所以這邊有一個LED的指示燈 它正底是接在第六 接地的話就是 所以你可以 旁邊找一個LED指示燈 或是接在有一個RGB上就OK 那你配線配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這個是LED104-1 這一個已經選好了 在那裡 那你把它扣过来之后呢 先卡牌一下看能不能正常 如果你有问题就是刚才那个Live 里面用起来 因为我们会用到这个IR 部分的Live 所以你先卡牌一下看这个正常 那如果正常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Arduino的程式 这边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们这边有宣告两个屏 一个是语气图币 就是我们会去接收红外线讯号 是第五只脚 那有一个LED的指示灯的脚 我们是定在6 好那我们有两个物件一个是 接收一个是传送 那我们这个翻译没有用传送 如果你要用传送的话呢 那你看一下也是在某这边的 IR 或这边有一个 这一个 Sat level 这边有教你怎么去用传送 就是这个物件建好之后 就是通过这个 Sat Sony 或是Sat 其他的卡牌 或是NEC 把把你的码 送出去就好了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 语气图币 那这里基本里面我们 这里写了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叫 COMP 这个COMP要做什么用呢 就是 我们等一下会在 手机端这边 手机端这边呢 我们会去送一个 COMP进来 那我们必须要把 序列的 资料呢 把它转成 自装的COMP 那这一个方式呢 就是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然后就从 UNE BL1这个序列呢 把我们的 COMP 组出来 那我们通过这个 这个COMP 去比对 现在的COMP 到底是什么 那它的长度是 介于 19个位员 那你可以在这边去做修改 预设是先到20个方法 那怎么做呢 第一个呢是 我们要启动 红外线接收的 有一行指令 叫做 这一个 这个 IIR REC RENABLE READ 如果你是 一定要启动这个 那才有办法 去监听你的 同外线 那你同外线监听 进来之后呢 我们在 这一个ROOP 里面呢 会去接收 这个 遇到 当有讯到出来之后呢 它会把它丢到 遇到这一个 网络里面来 所以我就要把这一个 Code IIR Code 直接从网络里面 读出来 那读完之后呢 我是直接 把这个讯息 丢到手机上面去 这边看得懂吗 就是读到的讯号呢 我直接 不在 它丢到这边显示了 直接送到手机上面 直接通过序列传输送回去 那送回去之后 它就显示在我们下面 绿色的那个地方 那记得 你要接收下一个的话 一定要执行这个 那个什么部分 那 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判断 你进来的Code 是哪一个Code 那这个Code呢 我们用一个 Case来做 如果是 没有的话 没有在我们预期内的话 我们就是 把LED关掉 如果是我们预期的 那一个 号码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 LED打开 所以基本上呢 程式概念大概这样而已 我们就是透过 这一个 TOMPR 去比对 我如果这个命令叫 IR 控个REC 的话 那我就是做这些事情 那或者你有其他的命令 我就是在 在这个 Case 在做其他的事情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伴侣 我会把它抢上去 好 手机这边呢 就没有动了 我想把命令模式打开来 让他看一下 这边 那这个手机这边呢 我们原本是 U&UVL 先测试一下 看不见正常 这边啊 这边的就是 我刚才没有把那个讯号用出来 所以这边 把这边程式 已经被我改掉了 就是我说到这个时候啊 我这边有的 76 code 哪会显示这个IR 依旋 那另外一个是 UNUDO EWE 同时也是 也是IR 依旋 所以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两个是一样的 可以注意一下 可以在 只有这个坎面有效啊 就是在上面这边打IR 依旋 大家是有份 所以你应该会在 这一个 这边跟手机上的 讯息 看到这个IR 依旋的字样 那以为这字样之后呢 你随便拿一个红外线啊 比如说我这边的我按一个 加号 这边跟你讲到 他会有创数字 这个 如果按这个加号是16748655 这个是16进位 然后按减号呢 是 16754775 那比如说我 可能要定一下我按加号的时候要让他亮 那我这个电源 电源的按键呢 是这一个 4294967295 所以你看到这边 画面上 我现在这边LED已经亮了 所以你只要再换别的就不会亮 所以这个呢 可以大家先示范一下 就是说 我收到哪一个字 那我进来之后呢 这一串数字啊 就是你要去弘断 那得到这个数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控制其他的 那这边我再示范一下 比如说我 大家先做到这边好了 我等一下再登下一个